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部分的第四品讲页 我们来看一下 那经 经它怎么解释页 我们来看一下父子集经 之前有发讲义 大家找一下 可能要捞一下 因为很久以前 页 到最后你要用什么样的高度 经典 用经典的高度来理解业 然后进而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能够用经典的智慧 来提升 在面对业的时候 我们能够 如如不动 首先要知道这个境界 我们才有所依据 父子合集经卷十八 有吗 没有的话看上面没关系 佛跟这个一个王的一个对话 但是这里面 它就比照 这是大宝基部 宝基部的经典 它里面就是很传 不是很传统很典型的大圣经典的这个体制 就是相同的这个词句会不断的重复 我上次也说过为什么经典里面会这样 因为要不断的训辩 要把我们洗回来 因为我们已经轮回太久 轮回太久 当众生的习性太重 所以他这边就讲了 大王 辟若有人于睡梦中 于珠宝园共襄之时 园是美女的意思 宝当然就是形容它很微妙 那世人觉矣 就睡醒了 意念梦中所受的妙处 为时而否 他就说好像在睡梦当中 你跟这些美女这样玩耍 那这个处寿妙处是不是真的呢 醒来之后你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佛言大王 余翼云合 世人所梦直以为时 是智者佛 就是你把你所做梦的这些境界 把他执寿以为是真实的 这样是智者吗 他说王言佛也 世尊何以故 梦中毕竟无有宝园 旷富有比美妙处也 连那个美女本身都是怎样 不存在的吗 何况是怎样 梦中的那个美妙处呢 所以当之世人 徒滋疲劳都无所得 所以他就讲说 是啊大王 如是如是 就像这样子一样 愚痴益生 众生寡闻五智 这个寡闻不是指你博学多闻 而是在指听闻佛法上面 寡闻 就是经典佛法 熏悉的不够多 所以怎样 没有智慧 或者是智慧不够坚固 于可异处而生 爱乐或爱要 可异就是你喜欢的 你喜欢的触受 生起什么 喜欢的心 而且怎样 心生染灼 照如是叶 你心生染灼 就会照生三 与世 异业 异三 生三就是沙盗淫 与世就是妄语 两舌 或是离间 恶语其语 第三个是贪嗔痴 所以照作笔叶 刹那牵械 所以你在照作每一种业的过程当中 都是怎样 刹那生灭的 那世业灭移呢 这个业灭掉之后 有去到哪里吗 他没有 因为他不依于什么 不依于空间 而住 然后致命中时 见先所作 心想中现 如彼 睡觉 或睡觉 异梦中事 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人到快往生的时候 那一场就好像 看电影一样 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呢 就会在你眼前言过一遍 那么最后呢 世灭的时候 自业现前 就是你这一世 快要咽下最后一口气 那个最后世灭的时候 事业就会现前 那个时候就会怎样 就会化现成 你该去哪一道的中阴森 就会化出那一道的中阴森 最近 我们现在基本上各大事院的法会都暂停 但是就是有个局势 他就拜托我们说他要做个人水灿 那是为他父亲这样子 但是他做个人水灿之后 他有回向说让就是这个疫情早日停歇这样 过来就他连续做了好几场 上个礼拜那一场的时候 我们在送水灿的过程当中 我就突然听到 那个声音就是你会突然觉得好像就在这里 好像就在体内 好像就在耳边 但是好像又在后面那种 那个气喘不上来那个声音 这样很大声的 然后真的就是很苦啊 很痛苦这样 然后我就以为是 一开始以为是颤足 是不是不舒服还是什么的 但是你要专注在 你要专注在这个经典上面 他就是在那个经文上面 后来就忘了 送完就忘了这样子 后来结果结束之后 结果我师兄也有听到 他就说 刚刚有那个声音 我就哦 我们其实那你八世都会知道 因为他的这个颤足 就是他的父亲跟很多众生结缘 所以你在他当颤足的时候 很多跟他友缘的众生会到 当然他里面也有回向说 跟这个疫情有关 所以这个疫情 在这个疫情当中 可能往生的还是什么众生 然后又跟他曾经结缘的 就会来到会场 来到这个法会的现场 这个真的就是领养两立 所以你要说是水灿 其实也是一种超度 因为他最后有回向 用他忏悔的功德 回向一切众生 聚同忏悔 哇那个真的是 我当下听到的是 鸡鱼歌都起来 因为你就知道那个是 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但是你一下你就会专注在经文上面 我本来已经忘记了 后来结束之后我时间会提起 所以我们两个都有听到 所以他有说很殊胜 好 所以这个事为其主 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八事 那业是攀缘 所以事是主 那业是缘 所以事是正因 然后业是这个原因 所以两者相因 相因就是什么 互相促进的意思 就是这个事跟这个业 两者互相促进 两者互相促进 所以出事升起 作业受报 皆不失怀 就没有失怀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这部经到最后跟你讲空 讲空 所以竟然是空性 本来就怎样 不生不灭的 就没有什么 没有失去 没有毁坏这件事情 所以包含事跟这个业 两者其实都没有失怀的意思 所以或去地狱 或度旁生 眼魔罗戒 及阿修罗 若人若天 同分种类 相续不绝 同分就是这个 众同分 众同分 什么是众同分 看一下解释 天界有天界众同分 人间有人间的众同分 就是有情 分成有情同分跟法同分 有情同分又分成两种 一种是无差别同分 一种是有差别同分 所以这个你还是要看一下注释 他会讲的非常详细 那什么是无差别同分呢 就是一切有情的众生 同等类似之同分 是一切有情 一切有情都有他的什么 无差别的同分 所以被称为有情众生嘛 所以有一切的 这个寒灵 蠢动的 这个都称为有情众生 这称为无差别同分 第二种呢 是差别同分 差别同分呢 就是有情众生 随着三界九地 男女畜生 这些分别各成一类 像我们就是这些什么 这个是性别出生或人类类似这样子 那如果你用生物学来讲 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种 这个就是类的范畴的大小的不同 好 那这个是属于这个有情同分 那法同分呢 法同分就是指有情所依的五蕴 十二处十八界这些法 字类之法相似 比方说设法相互类似 所以他就是被归为什么设法 设法 新所法 新法 有没有 这个都是怎样 法同分分的 左右眼相互类似是同分 所以 与一切有部主张同分具实体 所以其实一切有部怎样 他的一切的什么 一切法的字体 都是实有的 都是实有的 所以他主张什么 连众同分都具实体 所以说一切有部 不只说一切有部 其实一切的这个 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不派佛教的这些论 他们其实就是着重在法体的研究 什么是法体 在阿比达摩里面的法体 指的就是什么 智性 体性 一切法的智性体性 那当然就跟大圣不一样 大圣就跟你讲一切法的智性体性 无智性 是空的 对不对 但是阿比达摩他就没有强调他是空性 他会去厘清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存在 像说一切有部 他就跟你讲这样 一切的体性 法体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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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连众同分都具有实体 一切的志向或自信 都是具有实体的 好 所以金部跟大圣则以为同分是假法 所以这个就是很 很好区别 反正你只要讲到说一切有部 他就是实体 说到这个大圣 他就是或者是这个金部 他们就是用假法的方式 来认知法的存在的样态是怎么样 好 那我们再回到 金 所以就是同分种类相续不绝 比方说你在人界 在天界 那就有他的这个 有情同分在 有情同分 所以大王最后世灭 名为死运 我经典里面很喜欢用运 用运啊 运其实就是聚集的意思 所以当你的最后世灭的那一刹诺 我们称为死运 最初世起 称为身运 所以大王 彼世起时 无所从来 灭无所致 所以因为怎样 就算这个世初起的时候 其实无所从来 亦无所致代表 就算他有起 但是其实是什么 不生不灭的 有起 但是是不生不灭的 我早上看有一个他解释 说一切有不 有一个学者他在解释 说一切有不的这个法体实有 因为说一切有不法体实有的时候 一切志向是实有的 比方说像这个杯子他是实有的存在 他的解释是这样 他是实有的存在 但是他的什么 他的体性 他不是什么 恒常的存在 所以他是做这样子的解释 实有的 有的 是怎么样的有 有 现象界他是实有的存在 但是这个现象的实体 他不是怎样 是无自信的 意思是这样 所以 各式各样在替这个 说一切有不 解释的说法都有 这就是一种英明 这是英明 因为他立一个宗 他立一个宗叫做一切法体实有 对不对 很多人他就要去解释 他为什么实有 是怎么样的实有 那就是因 就是因 所以他的因就是怎样 他是现象界 是实有 但是怎样 他的体性本身 不是恒常性的存在 不是恒常性的存在 其实就是什么 无自信 但是我们上次看的又是另外一种解释 经典里面是另外一种解释 最后世面名为死运 最初是其名为身运 好那 那这个 彼是其时 无所从来 灭无所至 你也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解释 为什么有来 有去或来或至 是因为怎样 我们讲 上次讲过 这个也是 像他们西洋研究 这个身体哲学的 他就跟你讲说 你为什么会有空间概念 空间概念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你有身体的存在 对 你有身体存在 但是你在想细一点 你有身体 但是你的意识里面有一个我的概念 他有没有空间概念 还是有啊 对不对 还是有啊还是比方说来去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所以你就算没有身体但是怎样 你的意识中有什么 有我的概念 所以还是有 还是有这个来去的概念 所以其实这个很多西洋哲学你在用佛法去想 会更细 更细微啊 好所以其原生时无所从来 灭无所至 这我刚讲那个例子 那个颤主 因为是他女儿 女儿帮爸爸做的 我们有就是有跟他讲说 嗯 因为你爸爸跟很多众生有结缘 所以这个法会过程当中很多众生来 他办了三场嘛 第二场他又 最后一场他又问说 阿师傅那今天状况怎么样 我们就跟他讲说 我们跟他讲 只是跟他说 就是 就是 他这样子跟很多的众生结了善缘 其实怎样 佛菩萨也都有 知道吗 佛菩萨你只要在这个法会上 佛菩萨都有来 嘿嘿 所以不用担心说 是不是有哪些众生来 来了多少 其实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但是我们的众生 的这个格局跟心量比较狭小 无量无边 好但是他孝顺了 你孝顺 大王 无有少法 从于此事得至他事 无有少法就是指 没有一法 无有一法 从此事得至他事 所以这个一法 从这边到这边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法 代表这个一法本身是不存在的 就是空嘛 空无 还是一种无我的概念 实际上 实相就是 无我 所以 这边就是这个意思 无有少法 从于此事得至他事 比方说用业来讲好了 你的业因 从此事到他是 怎样业果的呈现 那这个业 有存在吗 如果有的话 才有办法从此事至他事 对不对 但是他这边跟你讲 怎样 无有少法 就是没有一法 包含业 业本身 所以他主要是在强调什么 自信空谷 也就是说 这个业 本身的自信都是空的 那你什么时候会需要他 其实当你 在受这个 比方说善因 在受乐果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会想到经典 但是你的俄因 在俄果现前的时候 你就会怎样 你这个时候比较需要经典 来帮助你提起正念 你就算在这个 因为前累劫的一些 种下的一些业因 恶因 然后这辈子 恶果现前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提起正念 自信空谷 那个痛苦是会少 减少的 所以要提起正念 如是了之 初识 初识 初识空 所以他立了一个初识 但是又跟你讲说 就是你去投身的 这个 第一个念头 第一个识的升起 就是初识 他先立一个初识 那又跟你讲什么 其实连这个初识本身 都是空的 第二个 自业 自业空 我们讲说 自作自得 对不对 这个就是自业 他跟你讲说 先向界上面是有自业的 世俗地上面有自业 圣医地 就跟你讲说 这个业也是空的 他这一副 一直在重复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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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熏变 因为你现在已经熏了第一阶段 说 所有一切都是因果业力的呈现 你知道了 但是你在授业的过程当中 你会说 我现在在承受累积的这个 什么 不好的这个 业因 或是好的业因 但是 第二个阶段就是怎样 你要去体制到 他立了一个字业 你要认知到说 这个业也是空的 业是空的 就是入空无边处定 才有办法到哪一天去收生 那他那个定 他怎么入 他是用观想的 他怎么观想 他就是厌患色界 厌患色界这些物质性的东西 所以他就观想 这一切色 一切物质 都是空的 所以才怎么入 这个空无边处 所以都是用想的 到非想非非想 才好像有想 好像没有想 所以你连到这个 无色界的这个定 都是用想的方式 其实就是观想嘛 观想就是佛教的迷想 你用世俗话就是想像 看你想什么 所以你想这个业是空的 想这个业是空的 所以你在受苦的那个当下 不会那么辛苦 因为这个夜 夜风一起的时候 好像那个外在这些大风一起的时候 你如果自行很稳定的话 你就是任他怎样 刮风下雨 你还是内心怎样 如如不动 你才不会受这个夜的影响 所以这也是种观想 观想好像受苦的时候 好像这个夜风来 但是你怎样如如不动 不受他的影响 好 身是身是空 但是我们通常在受苦的时候 你是不断的跟那个苦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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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提起正念 用这个空观 来对峙 若灭 灭空 所以他不是只有立中有的存在 他连灭也立 但是立了一个灭 后面又跟你讲怎样 连灭也是空的 若生生空 所以这轮回是空的 所以你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才可以这样 你有压力 修行修到最后一会很有压力 因为很怕轮回 很怕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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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怕轮回又怎么办 这学 这个不是这学期 你这一次好像这学期一样 好像都无所得 你就会慌啊 尤其年纪越大 就会慌无所得 你要知道其实轮回是空的啊 你要这样修才会自在 当然不是说 那是空的都不用修了 不是这个意思 放轻松自在修 放轻松自在修 就是有机会就要去修 在修的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 要放轻松自在修 这样才 比较容易有修啊 我们都在修 在梦中游有 好 涅槃 涅槃怎样 接自信空 所以他都先立 然后再破 所以无有作者 亦无受者 但随世俗之所显示 非第一亦做世说 非第一亦做世说 所以他前面这个 字业生世灭生 轮回涅槃 都是世俗显示 后面这个是什么 第一 大王 当知诸根如幻境界 如梦 一切诸法皆惜空其 此名空解脱门 所以当你这个知是指你如始了知 如始了知是什么时候 如始了知 什么时候如始了知 正知的时候 以诚实论来讲 他喜欢用什么 真知 真实的智慧 用真实的智慧 知 而不是只停留在 第六识 通常你如果停留在第六识的时候 你面对进阶的时候 你还是用 你还是用 凡夫用习性的方式在处理 正知的时候 你才比较容易 怎样提起正念 但是 如果 这个 比方说只是入 未到地定 出禅等等 你出禅之后 隔一段时间 你还是会凡夫的习性会现前 所以要 所以要一直修 一直加行才有办法 不然那个习性是很顽固的 习性很顽固 所以当一个人 当你发生 发现 就是 就佛教来讲 发现他怎么突然间变了一个人 他可能就是 有修而且有正 但是你觉得说 他怎么变了一个人好像只维持了一个月 那都是正常的 因为 因为 之后习性还是会怎样 现前 所以还必须要不断的 不断的修才有办法 会有 比方说 你如果 透过修行 你感知到身体空掉 外在世界空掉 你出来之后面对一切 面对一切人事物 你的态度 观念 做法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跟我们坐在这边 用第六意思 知道说 哦 所有一切人 一切外境是空的 但是你在面对 人事物的时候 你还是什么 还是用你的习性 在处理 那不一样 所以当你如实正直的时候 跟你坐在这边知道是空的 你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那个旁边人都可以感知到 好 所以一切诸法皆惜空己 此名空解脱门 什么是空解脱门 就是你如实正知 一切诸法皆惜空己的时候 称为空解脱门 那么空无空相的时候 叫做什么 无相解脱门 什么时候空无空相 这个空相包含什么 它两个字其实包含了 空的四相跟空的明相 所以当你能够正知到空无空相的时候 这样称为无相解脱门 无相解脱门 所以若无相者则无希求 你就没有任何希求 这样叫做无愿解脱门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它是有个次第的 它每个地方解释又不太一样 所以这部经典它的解释是 基本上就是先空 然后呢 空无空相的时候变无相 因为无相怎样 无希求 所以是无愿 解释上是有一个次第上的解释 但有没有可能同时升起 有喔 有喔 好 看你怎么解释 你也可以怎样 顺序调换 但是一样可以什么 圆融喔 好 那个时候就是你同时升起的时候 你同时升起的时候 你顺序怎么调换都可以 所以若能了此三解脱门 与空共行菩提先道 广大如法性 究竟如虚空 与此辟喻 当如是之 它后面一样就是一样的语句 都是一样 人在睡梦中 人在睡梦中 持热铜蝶 以为衣服而自缠身 你把那个热的这个铜啊 把它当成衣服 自缠身 佛陀是在批语什么 我们怎样 用烦恼 把自己这样缠附起来 世人觉矣 醒了之后呢 意念梦中 赤然同蝶 这个畜生苦恼 是真实的吗 醒了之后当然就不是真的 但是在梦中都会怎样 会挣扎 会痛苦 所以他这一 他这一部经到最后 他的语句都是这样 语句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就跟你讲说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一场梦 你现在活着 还在呼吸 其实就是一场梦 那你在这个梦中 你觉得 所有东西都很真实 但是当你觉悟的时候 就是梦醒的时候 你就 那时候就 回想到现在 就觉得 哎怎么 会去这个 这么的排序这样子的苦恼 或者是去执着这样的热受 好 所以他后面一样 语句都是一样的 这是第三个 就是 如人梦中自见其身 西皆善坏 不觉诸处 就好像你梦到你往生了 知道死有的阶段 那么 世人觉已 印念梦中生根善坏 而生忧恼 就是你如果说梦中梦到怎样 自己快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四大分离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定是 悠囊 但是你梦醒的时候 你还会去觉得那个是 让人很惊恐的这个事情吗 不会嘛 因为是梦中 但是我们现在在生的时候 却很怎样 在这个本有的阶段 我们却很怎样 忧虑恐惧 这个死有的到来 其实怎样 不管 本有或死有 甚至生有中有 都是什么 都是在做梦 都是在做梦 那是从这个 觉悟人的眼中来看的 所以 当你觉得自己很较真的时候 就要提醒 就是 入戏太深了 我们都入戏太深了 才会有这么多的情绪 好 这个一样 这是第四个 第四个语句 他说 就好像你在梦中 看到 彼幻师 幻作五欲 种种欲乐 自见其身 为彼为绕 射诸 受诸快乐 世人决以意念梦中所做事业 为时而否 他画自在天就可以怎样 好 就是 自己变化出来 也就是说 在他画自在天之前的 下面的几个欲界天 天人也是照样玩乐 对不对 但是那个玩乐的东西 它是属于客体的存在 它是存在的 但是到了这个 他画自在天 就是他可以变现 自己变现了 所以这个就是功力不一样 其实就是能量福报不一样 所以如果是这个 他画自在天下面的欲界天 你就是 他你的功业是什么 你就是受那些乐 想那些乐 那到他画自在天 就是你想有什么 他就会化现出来 好 这一个是另外一场梦 就好像有人 于睡梦中 微彼 曝流 飘没几身 及其眷属 寿诸黄布 种种苦恼 就好像有些人 做梦会梦到什么 从高处坠落 有没有 或是像这个就是 被水漂流走 那个水怎样 把自己跟眷属都淹没了 在那个当中 你当然是怎样 黄布苦恼 你睡醒了之后 这是真的吗 但是不是 所以他的这个整个 语句都是这样 你还可以写更多 他只是把我们众生像 你现在有可能有的这些 瘦 他都把它写出来 就是你在睡梦中看到自己呢 饮酒 昏醉 不是善法及诸恶行 所以佛法里面 经典里面他很多的 饮酒昏醉 不是真的 就是你喝酒 而是一个批语 我们现在就好像喝醉的人一样 你没有办法分辨什么 什么是善法 什么是恶行 没办法分辨 那么功德过失都不觉知 叫你没有不觉不知啊 不觉不知 所以透过一些忏法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 其实这些都有 很微信 只是自己没有觉知到 他就介绍给你听 说这些都是这样 基本上他就是在跟你讲 这个 叶 字叶 字叶孔 所以我们在读诚实论 或是在读这个 巨舍论的叶的时候 他没有介绍后面这一个 就是第一意义 他没有 他只就这个世俗意 来跟我们解释叶的意涵 但是经典他就会跟你讲 讲地义的内容 这样 好 所以这个父子合集经 我们就看到这边 他后面都是 这个重复的语句 重复的语句 那你要耐烦 他不只这个什么字叶 字叶空 这些重复 他所有都重复 整个语句都重复 语句一直重复 对啊 啊就我们的 他一直要熏变 他一直要熏变 你连看 你看我常常讲 你看那个什么 大平波尔经 他重复的更严重 你看大藏经 那两面 总共六蓝 两面六蓝 全部在讲一样的 哇 那佛陀怎么这么有耐心 没办法 众生就是这么固着啊 所以他就是要一直重复 他就是一直熏变 那你也有耐心坐在那边 你想 哎呦我怎么一直在讲一样的东西 你就走了 因为佛陀真的是 老婆心切 所以他很像这个 这个论文 午夜啊 他午夜 举了大概五个例子 对不对 他语句都一样 内容都一样 只是做梦的内容不同而已 所有的这个 后面的所有的语句都是一样的 就跟你讲说 所有六道轮回的出事 你又去轮回的 这个寿生的出事 有出事 但是这出事是空的 有置业 这置业是空的 生事 生事是空的 这样 你才不会停留在什么 在这个有 出事 置业 生事 灭 生 轮回 灭盘 这些是在什么地方讲的 在世俗意义上讲的 可是后面还有啊 那是第一意 那第一意就不是语言文字可以讲的 但是他还是要讲 所以他就形容一下 你要知道怎样 有这样的状态 有这样的存在 才不会停留在什么 世俗意义上 那我们的心念 就行注作为要 往跟第一意相应 好我们回到 诚实论 邪行品 八十一页 我们 这个三页 三页品很长啊 上次讲完了 我们来看邪行品 什么是邪行品呢 佛说三邪行 生口义 生邪行 口邪行 义邪行 生所造恶 明生邪行 他又跟你讲说 这样的邪行有分成两种 很多论的特色就是喜欢这样子把它系统化 哪两种呢 第一种是实不善道所设 比方说 沙道 你刚刚介绍的嘛 深山口氏 一山 这些是实不善道所设 但是也有什么 邪行也有什么 不是实善道所设的 比方说 鞭杖 戏服 致淫期 你如果要这样看的话 鞭杖戏服 你会觉得什么 那不是生所造恶业吗 我这边把它 揣测了那个断句 因为他这句那么长哦 你看 鞭杖 你们有人有买书的 他在哪里断 他有断吗 他在哪里 鞭杖戏服 致淫期等 他全部连在一起吗 你去思维这一段 其实他要断句 但是你要看在哪边断 比方说 如果是他讲说 第二种是不是实善 夜道所设的邪行 对不对 包含鞭杖戏服 那这个跟 身所造恶业 不是属于什么 你不属于什么 身邪行 身邪行必须要是 身杀嘛 杀到瘾对不对 那鞭杖戏服 他没有什么 没有杀嘛 那致淫期他不属于什么 邪淫 所以就是鞭杖戏服 可能斗号致淫期等 即不善道前后恶业 即不善道前后恶业 即不善道 什么叫做不善道前后恶业 其实他就是一个交集 集合的观念 就是不包含在不善道里 他前面没有讲到的 但是不包含在实不善道里面所设的 都是属于第二种 就是非实不善道所设的 这样可以吧 可以一个顿号 问曰 是杀生等三不善业 但是生业性也 就是那这个杀道淫 只属于生业性吗 这个性可以解释成 就是杀业 是不是属于杀业的性质 答曰 杀罪名杀不善业 是罪生意可造 所以自身杀害众生 口亦可造 对不对 你的这个杀业 只包含他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 杀业难道只属于生业吗 有时候怎样 你嘴巴可以杀人 你口业可以杀人 对不对 那有人以揍 就是你可能内心持揍 或是用意念杀人 所以心也可以造杀业 那为什么杀业 只在生三业里面呢 理解吗 他是在讲这个 所以论主就跟你讲说 因为他问的问题是说 杀到淫 这个三不善业 难道只是属于这个生业 只有生业的性质吗 那论主就说 其实也没有 因为怎样 这个杀业生可造 所以自身杀害众生 口亦可造 比方说怎样 你叫别人去杀 不只叫别人去杀 有时候人家吵架 就是用激怒的方式 所以我上次有讲过 有一年 不知道高级 还是国中 那年过年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亲属 家人吵架 那个远亲吵架 那个先生就跟 也不是远亲 就是姑姑 姑丈跟姑姑 姑丈 姑姑就跟姑丈说 你去死啊 过年 大年初一 他就真的去跳海 你要知道 过年那时候是冬天 对不对 他还就这样跳下去 所以口亦可造杀业 不用随次杀人 讲出来的 的话 所以讲话 像斧头一样立 要谨慎一点 所以他就跟你讲说 杀业不是只有生业性啊 因为怎样 口亦可造 然后呢 用意念或是持咒 这也是什么 你心默念咒语 也是怎样 可以杀生 有人发心 能令他死 怨念很强 可令他死 所以道淫罪亦如是 淡自作罪 得巨族 得巨族罪 犯了这个巨族戒 就得巨族罪 所以又生不善业 或以生为相 所以他后面就开始回答 刚刚那个问的人的问题 就是杀到已 难道只有生业性吗 他就回答说 不是 生不善业 可能或以 就是他可能以生为相 也可能以什么 口为相 或发心 他则知 你发起一个念头 别人就会知道 别人会知道 好 所以他这边的性 跟相 在诚实论怎样 是同意的 你会发现 但是生业性也 后面他用什么 相 我上次有解释过 性跟相 他是有他的这个 在使用方法上面 他是有他的更迭 一开始他可能是 性相 怎样 两个字意思不一样 但是到后面就变成什么 性跟相 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他在这边怎样 性跟相 两个字就互用 互换 互换 所以你上面那个 但是生业性也 你可以换成什么 但是生业相也 看得懂吧 所以他就是性跟相 基本上 是可以 可以换的 至少是这个 俊摩罗斯大师 翻译的诚实论里面 你可能其他的论 这个翻译的大师 他翻 他可能就怎样 他可能就是 全部用性字 但是俊摩罗斯大师 他翻的怎样 他性跟相 两个字可以互相替换的 你从这边也可以看到什么 意者 他本身的什么 认知 对佛法的认知 跟意涵 所以从他翻译用字 就可以知道 对俊摩罗斯而言 不是不一定是诚实论本身 对俊摩罗斯而言 性相是什么 同意 同意啊 或发心 他则知 有些是 有些是你心里的声音 其实啊 你所造的牲口衣液 都留在法界当中 你讲出去的话 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 波动 声波的方式存在 有时候怎样 你就可以感知到 所以我上次讲过 有人不是 有些声音 就是你累劫曾经经经历过一些声音 你可能又回到 旧地重游的 好几世前 在那个地方生存过 你去到那边 你会听到 当时的一些声音 重现 所以他都存在 都存在还是存在 只是 可能因为磁场 或者是这个 有没有相应到的原因 所以可能在 这一辈子 你又去到 累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你就又听到 那个时候的声音 我师兄他 这也很好笑 这有一次 就是 有 也是 不知道 很久了 有个法会来 然后就有一对姐妹 跟他的母亲来 这样子 我们法会通常 结束中午会有 就是 大家一起用素摘 结果他们就 那次就没有要留 然后石兄就很突然说 你妈妈生日 你们要去吃大餐 大家都吓一跳 因为没有人讲 他们也不敢讲 因为就是去吃大餐 就是读到什么 读到心声 读到心声 然后两个人都花容失色 互相对方 你有讲没有人讲 这样子 你有时候听到那个声音 其实就像我们听到 不同的次元的声音 你也搞不清楚是 就是实在的声音 还是 不是实际上讲的那个声音 好 所以我才讲说 任何的意念跟声音音波 都留在法界当中 有时候也会听到 有一些人的一些计划 突然做着你就收到 讲跟你有关的 你就收得到 好 好 所以你造的业 讲出去的声口 一业不管是善业 恶业 还是在法界当中存在 而且很清晰 声音会很清晰 以此因缘亦得造沙等业 所以怎样 不是只有生业性能够造沙等业 口也可以 心也可以 所以不要起 这个沙的念头 但以多事身所照顾 通明生业 以比例上来讲 沙业多是什么 生业相 所以通明生业 那这个跟你讲说 口邪形也是啊 口邪形难道是这个 仅止于口业相吗 不是 所以他后面就是以此类推 好 我们准备打坐 好 好我们就继续看了 所以佛学的很多个概念 你用相对的来看 或者是用像这样子 比例 比例上来看 其实也是相对性的 这个角度来看 我会比较容易理解 好所以 这个 深业 是不是就是这个深业相 不一定 只是怎样 比例比较多 是深所作 就是杀业啦 不一定是深所作 口业也是 也可能 也可能造杀业 那异业也可能造杀业 只是 深所作的比例比较高 所以通明生业 这样 好那后面 口所造恶业 明口邪形 那也他分成两种 若人决定问时 现前狂他 是 不善道 所舍 这个就是 人家问你 那你在那个当下 你欺狂他人 这个时候就是 不善道 所舍 其余的 就不是这个食不善道 所舍 那贪慧邪贱等 是属于易邪行 那问的人就说 何故食不善道中说邪行 三不善跟松 所吃 他是 在 名相上面 的一个疑惑 就是 邪行跟吃 都不一样 那 论主就说 邪贱 是吃的意名 所以 是因为这个吃 增长 坚固 所以名为邪贱 吃呢 更无别相 但以颠倒 贪着故 名为吃 所以这个 众生相 众生相 就是颠倒 贪着 吃 问曰 经中说 诸邪行 得不爱报 正行得爱报 是爱 不爱相 不决定 这个问的人就说 我们都知道嘛 恶有恶报 善有三报 他这边说 邪行是得不爱报 正行是得爱报 但是 他的论点是说 但是 一个东西 爱 或是就是业果现前的东西的时候 爱跟不爱是不决定 他意思说 如果是 比方说 同样都是恶报 可能有人怎样 会爱喔 这样还叫恶报吗 他的问题是这样 就好像怎样 一色 而有爱 不爱 同样是 比方一个杯子 有人爱 有人不爱 所以他是从什么角度 从客体的角度 从客体的角度 来发的问题 事故 因变其相 答曰 叫做什么 乐或爱 乐或要 是爱相 他从什么角度 主体的角度 看得懂吗 所以问的人 他从客体的角度去问 去问说 如果是这样 正行得不爱报 正行得爱报 邪行得不爱报 但是怎样 每个人爱好不好 搞不好有人怎样 喜欢 那个不爱报 好 那这样子 怎么办 这样不决定 好 所以 这个论主他就跟你说 你从主体的角度来看 你如果哪样 你可以乐 对于这样的报 你乐 是爱相 就好像在经中说呢 福报 免乐 有人不喜欢福报吗 苦呢 苦是不爱相 如经中说 如等于罪 因生不畏 疑事苦因缘故 好 所以他又问呢 如果 乐是爱相者 那么 这个其实问的人 白云很快 他接得很快 他说 如果是这样 照你这样解释的话 乐是爱相 那那个诸犬 以十分为乐 这样是福德果吗 谁来卤的 你看 他不是说乐是爱相吗 那乐是什么 乐是福德果啊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 诸犬以十分为乐 这样是福德果吗 答约 这个你们看得懂吗 这个逻辑上的 我上次讲过 你看成是 你会发现他们很多 就是逻辑上的错妙 他是A等于B B等于C A就等于C 知道吗 他这个问题领域很多 都直接把A拉到什么 等于C 但是你把它套在实际的情况上 可能不可能 很多事情不会这样 我记得 我给你看一下 我上次让他们 跟A的上学期的 我没存 他那是逻辑 逻辑 看一下 他没有 这可能没有解压缩挡的 在生命教育里面有一个就是教你思辨 做价值的思辨 所以像刚刚那样逻辑上的错妙 也是要让学生去做思维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A等于B B等于C A就等于C 这样子的这个体系逻辑来做判断 价值判断 但是价值判断 有时候不能用这样的逻辑来分辨 在这样这个陈词论里面 很多他是那个外道 很多是用这种逻辑来跟这个论主论辩 如果同好不清楚 你会没有办法回答 就是你明明知道他问的就不是这样 但是你又没办法回答他 所以这个他们音明都要很强 答曰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比方说 犬、猪、喜欢吃食份 这样子是不敬福果 如一月经说 若非食施、不敬施 清心拙心非福田中 如是等施 得此果报 就是你是不施 但是你得的果报是什么 到 投生到猪犬当中 然后以食份为乐 好 这非食施、不敬施 上次我们讲过了嘛 记得吧 像这些啊 白板上这些 是大智度论里面的 就是这些不敬施 你的果报 就得到什么 不敬福果 所以你不敬施 得到的就是不敬福果 你以食那些为乐啊 我不知道在这一届有没有讲过 经典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 有一个人他好像就是 骂那个圣者 一个阿罗汉说 因为他们一起去一个地 一个施主下面住宿 但是那个圣者那个阿罗汉先住 然后他后到 这样 也不是是他先到 然后阿罗汉后到 然后那个施主就说 那你们一起住 他就不高兴了 他就骂那个阿罗汉说 你去吃大便嘛 意思是这样 讲白话文就是这样 结果他只是用骂的 用这个起的这个称慧心这样骂他 意思是你只配吃什么 因为肉眼你也看不出来 对方震到什么样子 所以他就是这样骂他 他是得什么果报 他来世就得那个果报 就是他会躲起来吃粪 他因为他知道粪不是人吃的嘛 但是他就想他就这边讲的 叫做乐 然后那个粪变成爱相 这样 所以他得的果报就变成这样 当然这个不是福果啦 这个就是单纯的这个恶业 这个经典里面有说 所以 口业 要很谨慎 讲出去很简单 那个要承担比较辛苦 好 现在小孩子都动不动就出口就是 脏话 然后而且他还了解那个话的意思 但是他还是骂 所以有一个人他就骂那个老师 骂台语的 我说你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吗 他们都知道 女生也知道 然后女生之间彼此骂 我说你们到底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 知道你还这样彼此骂 现在小孩子真的是 他们那种同才之间的认同 靠你语言要相同 就是彼此都要讲这种 不喜不泡听的话 你才是这个团体的 这样 你就要一直寻寻善友 好 所以问曰 若今中说正行得爱报 何故父说亦正行因缘得生天上 那他后面回答说 有时候你如果题目 我当下看不是很懂的时候 你去看论主他怎么回答 你就知道说 原来他在问什么 好所以我们先看后面 论主回答说 有邪行者亦生天上 所以他是跟你讲说 这个 跟论主在对变的人 是外道 所以他对佛教的这个意理 不是那么理解 所以他有时候怎样 很直 就是你跟他讲说正行得爱报 他就会认为 就只能得爱报 然后跟得生天上 好像不一样 这样 论主也是很慈悲 就跟他讲说 这样不是绝对 为什么 因为也有邪行的人 他生天上 你就说什么 生天 难道你这样子你就说 生天是邪报行吗 听得懂吧 但是这个就是 生报后报 先报生报后报的差别 对不对 故今中更说 正行因缘 于世中 生于世中 又邪行正行 能得善恶到生 受生已 于中受苦乐 如邪行因缘 苦到中受苦 正行因缘 天人中受乐 他就是这样 所以他最后一句 以正行结尾 下一品就 开始来讲 那什么是正行呢 正行就是 生所作善 民生正行 口亦亦耳 所以你离开 刚刚讲的那个 食不善道 那就是什么 正行 离沙生等三 不善业 民生正行 离口是过 民口正行 我们都知道 但是那个情绪 一来的时候 就会忘记 就会忘记 尤其是口业 要小心 离意 三不善 民意正行 那当然怎样 你的意业更容易 因为 自己 法界速度最快 就是你的意念 你的意念速度很快 所以是离三种 律仪所设 离开这三种 称为什么 正行 所谓戒定无漏律仪 又所谓离禁不施等 善生业皆明生正行 生正行 这些 离禁不施这些生业 这样称为生正行 那么 食语 软语 称为什么 口正行 不贪等异业 叫做异正行 那他就问 外道神仙 无报得解脱戒 是人能得戒律以否 那他就 论主就回答说 是诸外道 从心生律以戒 或亦口受 又诸于人等 亦能得戒律以所设正行 所以你要从心生律以才可能 这是这些外道神仙 有没有可能 可能 但是他必须要怎样 从心 从心生律以戒才有可能 就好像呢 受十岁人受不杀法 故生子受二十岁 这其实有一点语句的颠倒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说 可能就是 减结的时候 或增结的时候 人寿不是只有十岁吗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是这个 业力非常恶劣的时候 状况下 才有你的寿命才只有十岁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 你可以受不杀法 所以生子受二十岁 他不是指你生的那个小孩子二十岁 而是你怎样 他颠倒的预法 而是你变成受二十岁 然后可能怎样 生子 理解吗 他这个预句是这样 再看一次 如受十岁人 受不杀法故 生子 受不杀法故生子 然后受二十岁 可以吧 不然你十岁怎么生子 所以他是因为这样的因缘 在贡业当中有什么 别业 他一个他因为他受不杀法 所以他别业可以寿命到二十岁 当然也要有人也是跟他一样行不杀法 所以两个有别业 然后才这样生子的可能 这个就是他 这个深圳型的果报 这个果报就是大家在贡业当中 可以有别业 所以这个疫情也是这样 疫情也是这样 那你怎么解 没关系都可以 你讲讲看 你说没有生子这两个字 故生 没关系 我们如果你用诠释学的方法 你们的说法都可以 毕竟我们没有他的原文 原文的版本没有嘛 就是受二十岁生子啊 你受二十岁才可能生子嘛 不然你如果说生子 不然你如果说生子 受二十岁啊 对啊 我刚刚是这样逗的 受不杀法故生子 逗号受二十岁 但是你要解释的时候就是 要到差不多你要活到超过十岁才有可能生子嘛 所以没关系 因为你就这个 对啊 不然你怎么生 这才可能啊 那 那 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 这个 在传操的过程当中有误啦 不过既然现在我们的手上的文本是怎样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诠释它 所以 是啊 像以前西洋的 就是西方他们的诠释学 他们一开始的理论是说 文本它有它课题的意义 课题的意义就是怎样 它就是固定的就是这样 但是它后面发展的诠释学就是说 它怎样 没有所谓课题意义 都是主体去诠释它 所以没有对错 诠释没有对错 只有什么 好坏 这个是后来他们诠释学方法 诠释学方法的一个 一个大师 他的 谁啊 那个叫什么名字 外国的哲学家 他就讲了这句话 诠释没有对错 只有好坏 但是好坏也是主观的嘛 对不对 好 所以上次传的那个图片 它上面不是讲说 菩萨都是问英国嘛 那菩萨看到的都是英国 凡复看到都是对错 哇 所以角度不一样 诠释也不一样 所以 刚刚两位讲的都有可能 问曰 经中说 正行 进行 即灭行 就是有这三种 有什么差别 答曰 这个论主呢 就把在布派佛教那个时候 所有可能的这个论师的说法 他就把他统整出来 不要 又论师演有没有 后面有一个友人演 所以 就是把这个可能的说法 这个友论师说啦 凡夫呢 善 身口意 也明正行 这是凡夫喔 所以凡夫的善身口意也叫做正行 学人就是你在什么 成佛的这个路上还在学习 凡夫就还没有 踏进这个佛法当中嘛 佛道当中 所以正行是凡夫 那学人呢 以断节 即此正行 名为进行 学人包含 比方说 这个 吴学人在这个 当然小圣部派 吴学人是阿罗汉嘛 对不对 那学人断三断节 有断哪些节 比方断三节 徐陀环嘛 断五下分节 阿那喊 像这些学人呢 以断节故 他如果怎样 行善身口意 名为什么 进行 可以吧 他在解释正行进行 那极灭行呢 就是吴学人 吴学人断节 吴学人断节 那就是断什么 吴上分节嘛 从吴节身语故 名 极灭行 所以吴节 行身口意 他这边吴节身语 当然其实就是吴节的身口意 叫做极灭行 可以吧 所以他这边解释的还蛮清楚的 凡夫的善身口意称为正行 学人断节 行善身口意 叫做进行 吴学人断节 行善身口意 名为什么 极灭行 他就说这样区分 那后面有讲说 又吴学人必尽不齐不善业 顾名极灭行 这是再一次的什么 再解释 再解释这个极灭行 那么如说 生极灭 口极灭 意极灭 所以极灭是怎样 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而是怎样 必尽不齐不善业 叫极灭行 所以有人说呢 此三种行义 义一而义名 意思是统一的 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 但每其直直 顾名正 好像看一下 直直 忘记开 直直直的就是正直的心 在佛教里面这个直直 嗯 没有没有我才刚开而已 嗯刚开而已 所以这个直直是正直之心 我刚刚下座忘记开 通常都会开 等一下 听一下雨声 下雨啦 我说晚上会变点 会喔 等一下参多一点 你晚上阿丁哥穿太少 晚上会变冷 而且又下雨更冷 嗯 所以这个气候变现 大家小心 好所以直直 是指这个正直之心 佛道在悟达诸法实相 顾直直心为修行者 必具之心心 就是你正直的心 就是没有残取啦 直接跟佛心相应 这样子叫正直的心 所以在维摩经里面的佛国评载 直心乃菩萨之净土 菩萨成佛时 不惨众生 来生其果 他不会怎样 诶你来我这里比较好 我这里有什么福利 不会 不惨众生 我刚才你看 我刚才也是这样 好像你会说 很惨 你去惨被人家来我 来我这些 就是好像有看到的解释是 不惨众生 好像你有看到这样的解释 哦 ok ok 可以可以就是 所以在语句上面 可以有好几种的角度切入去探讨 这样可以 对就是你刚讲 无产的众生会到你这里来 变你的这个佛土的众生 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业因 所以业果就是可以到那边去 到那边到清净的佛土去 你那种解释比较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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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众生会去这样的佛的净土去投身 夜阴夜果 因为他不禅取 所以有办法怎样 跟佛土相应 跟这尊佛相应 因为他具有正直之心 所以执心者直直无惨 执心者直直无惨 此心乃是万恨之本 所以法华经受量平里面有说 我这句常常引到 你这看到这句都很感动 那个日本都道场 道场外面那个牌 都会写这个 后面几句 前面是说众生既幸福 直直亦柔软 通常佛陀要跟你说法 你听得进去必须要亦柔软 才听得进去 那你什么时候听得进去 要正直之心 就是心不会怎样 台语有道弯弯弯弯 就直接相应 跟佛直接相应 你这样一心遇见佛 不自其生命 使我与众生聚出灵灸山 他们日本道场就喜欢用这个诗句 他们很多修行者就有记载 像法华三昧不是吗 也是 好 所以诸有修功德 柔和直直者 则皆见我身 在此而说法 这是大庄严经里面的 好 所以再回到这个论 这个论 它在解释这个正 就是直直 所以一样也是指这个正直的心 所以你的心正 所以怎样 有办法行正行 它也不仅于此 它甚至带往什么 你离诸烦恼故名静 那么离诸不善故名即灭 所以呢 这三个虽然怎样 三个名称 其义不义 只是看你从哪一个角度 从哪一个角度去解释而已 问曰有论诗言 但心是极灭行 非思思义云合 应该是怎样 但心是极灭行 非思 思义云合 就是极灭行是心 而不是思 一个是心王 一个是心所 思心所 那答曰 是三种形 皆但之思心 是你的心 所以者何 你离心 无思 无牲口业 我们上次讲过 在这个为识的体系里面 讲说你的思可以召感什么 思心所 的功能 在于召感 牲口一叶 他这边只有讲牲口一叶 就是一叶是靠思心所 来带动 所以这两个是不理的 相应 就是你的心王跟心所 因为他是片行心所 片行心所 好 问曰 经中说 见正行成就人 则为见天 若见天数 非一切正行者 皆生天上 这个问的人就说 好像有看到有一部经 经里面讲说 你正行成就人 正行成就人 则为见天 你看他这辈子行正行 他就会怎样 升到天上 意思是怎样 就知道怎样 他会投身到天上 但是若见天数 非一切正行者皆生天上 所以天数什么解呢 你如果去查天数 他会跟你天数的解释 他会跟你说 上天安排的命运称为天数 但是在这个佛教里面 他这个数会怎么用 比方说他常用森数 对不对 森数什么 森种嘛 所以这个树是什么意思 树就是种的意思 就是种土人数为种 所以这边的树其实是种 就是天人种 他不是你如果去 我们讲说你这个调查一下 所有的天人 好像也不是怎样 一切正行者才升天上 何故如是决定说 那为什么金正会这样说呢 那论主就回答说 言天数故事事已明 正行者虽不必升天 他说也不一定是这样 比方说正行的人 他不一定会升天 他也可能怎样 升尊贵处 比方说他在人间升尊贵处 那这样子 则与天相似故 言见天数 这是论主的诠释跟解释 所以他这个天数是指 不一定升在天上 而是他所生的尊贵处 的福报跟与天相似 比方说 比较不好的北聚如舟 也是跟天人一样的福报 那这个福报跟天相似 那么诸正行者皆因升天 或以余缘所坏事故不升 缘就是你现世所缘 现世所缘 你本来应该要 比如说你有正因 但是怎样 你现世缘 你本来应该要升天 下辈子可以升天 但是你这辈子 这个所遭感的这个 恶业因缘太强了 太猛力了 所以让你没办法怎样升天 叫做于缘所坏 事故不升 所以那个变数很大 佛教修循来讲 主要是看这个缘 缘 我们常常讲活在当下 为什么要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主要就是看你这个缘 你后面会读到 像外道他就只有因果观念 因果他没有什么 他没有缘 他不知道语言的观念 下面就会解释 所谓邪行杂行 邪行强固不得升天 因为邪行的这个 夜音太猛力了 所以没办法升天 如今中佛与阿难 我见有人行三正行 而生恶道 你先思佑都可以看 这个人很有修行三正行 但是却到这个三恶道受生 四人先是邪行果收 今虽正行为俱足故 虽然这辈子都是正行 但是还是不够俱足 往什么 往天界受生 而是去哪里 去恶道受生 或者是灵命忠实 起邪见心 故多恶道 这个是正行生 什么恶道 对不对 下面就是说 那你如果看到有人行邪行 但是他下辈子却生善处 善处 也是这样的道理 都是什么 余缘所坏 余缘所坏 余缘是指什么 今虽正行畏惧 就是这辈子 好 所以故凡夫法不可信也 当之随强立业受生差别 那个只有佛之道 就是这个整个业力因果的运作 只有佛之道 你说那是什么有的人 他这个求佛菩萨 就可以迎刃而解 本来应该怎样 眼见了就要这个遭受 这个恶果 求了佛菩萨 就帮他转 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 塌力转变我们的 的这个因果报应呢 如果有人这样问你怎么回答 其实佛菩萨没有去改你的因果 他只是怎样 你求他 他去用他的这个佛就用佛眼吗 菩萨就用什么眼 难逃法眼 用法眼 就关你的这个所种下的所有一切夜阴 这样所有一切夜阴 八十里面一切夜阴 你求他但是要是善的好的对的事情求他 他这样帮你观察了一下有没有 他会帮你掉拨一下 本来你的这个恶音已经要现行了对不对 他就帮你顺序调换一下 你一定累劫里面有什么 有善音嘛 对不对 他会帮你顺序换一下 我们之前有讲过 你先中的会先中的 后中的会先 比较早现行嘛 对不对 他只是帮你顺序换一下而已 这个就是佛的什么 泯炼众生 泯炼众生这个受苦太甚 那又这个很虔诚 祈求佛菩萨能够护佑 所以他就帮你掉拨一下 对他而言很简单 就是患下顺序这样 那有强调就是一定要是对的善的事情 他才会帮你做掉拨的动作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戏业品 就是三种业 玉戒 戏业 色戒兮业 五色戒兮业 内容是什么呢 何者是也 答曰 若业从地狱之大化自在天 于中受报名玉戒兮业 那一句子论他讲的很清楚 他讲这个三戒 然后又讲二十处 也是玉戒色戒 五色戒三戒 他把它分成二十处 好 这个就是在讲这个三戒 那问曰 无戒业及不定报业 不在此三种 他是问 这是问句 那无戒 无戒业跟不定报业 是不是不在 欲戒色戒 无色戒戒业当中呢 答曰 事业及果报 皆在皆明欲戒系 也就是说 这个无戒业及不定报业 在什么 欲戒系 所以者何 无戒跟不定是欲戒业果报 是属于欲戒业的果报 问曰 欲戒法 非一切尽是欲报 事故不然 他的问法是说呢 欲戒中的 这个一切的存在 不是说一切都是欲报所得 那论主怎么回答 一切欲戒法 尽是欲戒系欲报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跟外道的论辩嘛 问曰 若耳则是外道邪论 为一切所受苦乐 皆是先业因缘 听起来好像是对的 你现在所受的一切果乐 苦乐 完全都是什么 之前所造的这个业因缘 又失业果报 为善不善业 有报非报 又精进之功 则无所用 若皆是业报 富何劳工也 善不善业报呢 有的报 有的没有报 精进之功呢 有的怎样 没有用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业报 有什么 这个劳工有什么作用呢 极若诸烦恼 极业 皆是业报 则无得解脱 说烦恼跟业都是业报的话 那就没有解脱的可能性 他这个完全是什么 因 你的果完全来自于因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有肉因就没有办法得无肉果 可以吗 他这边的问句 你要有一个这个认知 他的问句就是说 只有因跟果的关系 他中间没有圆 他的问题是这样 所以论主就回答他说 你说的是外道邪论 辱言是外道邪论 事事不然 因为外道说什么 苦乐好丑 但是鲜叶果报 所以外道说 你现在得了所有的一切苦乐 好丑 只是什么 只是鲜叶的果报 就是你曾经种下苦乐好丑的因 你这辈子就得到什么 苦乐好丑的果 听起来好像是佛教对不对 但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呢 不因父甲现在因缘 如果你把所有你现在所受的一切 就是呈现的现行的结果 都把它只归因于什么 过去因 这样是外道邪论 他认为这样是外道邪论 为什么 因为你 你忽略掉什么 现在的因缘 他开始解释什么 用比喻来解释 所以这个诚实论里面很多音名 他都是音名的 他立了个宗嘛 比方说 外道立了一个宗 苦乐好丑 淡是鲜叶果报 那 程实论里立了一个宗 叫做 苦乐好丑 非淡 鲜叶果报 为什么 因 他就开始解释 如果是这样 就怎样 你就不因父甲现在因缘 而实见万物从现在原生 这比较接近辟域 因为他从经验性的来讲 很多的辟域都是从经验性 经验世界举例子来说 就好像呢 你看到万物 必须要怎样 也必须要仰赖 这个仰赖什么 现在缘 必须要仰赖 从现在原生 有没有看到 从现在原生 就好像种子等 你种子 你这个树 不可能直接什么 从种子 就可以长成树 中间还有什么多圆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 顾不得言 一切皆从鲜叶因缘 你如果只从鲜叶因缘 大家解脱就无望 知道吗 因为他会去解释说 你过去曾经 所有的一切这个叶因 都是什么 都是有漏的嘛 那你这个有漏因 如何生无漏果呢 所以他上面才会 这个问的人才会说 如此这样无得解脱 就不可能嘛 所以这个论主就 纠正他 必须要有什么 现在因缘 不能全部都假借什么 先叶因缘 又从因从缘 万物得生 要有因要有缘 所以这个鲜叶 你可以认为是因嘛 但是怎样 你现在还有缘啊 如以种为因 你他必须大地水空气 时间 这些为缘 他才有办法这样 生长成万物 所以掩饰呢 以业为因 眼色为缘 所以这边讲的就是正因缘因 事故不同外道邪论 我们也是 一开始可能你读到 以为的佛教就是因果关系 但是你可能刚进来不久 就会接受到一个观念 就是不是只有因果 还有因缘果 这边就是在讲这个 如言鲜叶果报 世事不然 现见从果 有异果相续生 如 从骨生骨 比方说米 米来讲的话 他就是什么 从骨生骨嘛 但是他其实是怎样 异果 他是不同的果 他是不同的果 他不是同一个果 理解吗 他是你用米 那个米当种子 他在慢慢长出什么 再把壳塞掉变成米 所以他是义果 虽然同样都是米 但是是义果 如是从鲜报申报有何就也 所以他认为这样 从鲜报申报 没什么没有问题 但是是什么 是义果报 义果报 又如不能男人及鸟雀鸳鸯等 欲毒蛇等称 应该是鸟雀鸳鸯等欲 毒蛇等称 你如果读些颤本 他都会跟你讲 出生到 因为怎样 贪欲 那什么毒蛇腹蝎等生 有没有 这个就是这样 当之皆是鲜业果报 所以他在这边在解释什么 从报申报 你从这个欲 从这个贪欲 淫欲 会产生什么 淫欲的果报 好 好 就好像从骨生骨一样 可以从骨生骨 但是要一个认知 就是怎样 他们是异国报 问曰若从报申报 则是无穷 这无穷用 现代哲学的语词 就是无限后退 无限后退 就是没完没了 如果从报申报的话 答曰 他说不会 不会要怎么个不会法 他说夜报有三种 善不善无忌 从善不善申报 无忌不生 所以不是无穷 他这个回答也 蛮奇怪的 而且说不是无穷 他没有正面回答 他只有说什么 无忌不生果报 所以不是无穷 就好像 从骨生骨 于世中种子生芽 不从麦等生 米只会从米生 虽然不会从麦生 如是从善不善报 有意报生 不从无忌报生 乳言不劳公者 就是不戒 不劳戒公者 虽从业申报 要须加工 然后得成 他这段完全是在强化圆 从业申报 当然是对的 但是还必须要什么 加工 才有办法怎样 申报 就好像呢 你得骨 如从得骨 业有骨生 然要须总等 而乃得成 你得骨到什么 业果是什么 骨生 他不是那么什么 直接了当的关系 在你得骨到什么 骨生 这个中间 还需要什么 从骨的种子 慢慢发芽 长大 然后呢 再还有骨 所以叫做儿乃得成 乳言无得解脱 世事不然 我刚讲过 他在无得解脱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直接 把因跟果 直接串联的话 就很难得解脱 因为从有漏因 如何得到无肉果 他说呢 得真志故 朱叶灭尽 犹如种椒 不能复生 故无解脱过 他从真志 把所有的一切的 朱叶的叶种 把他这个全部化掉 不会再生这个烦恼 所以没有怎样 没有办法解脱这样的过失 就是有漏业如何生无漏果 如何可能 必须要透过什么 他的原因就是什么 真志 知道吗 他解释是这样 你如果说 你直接去理解说 有漏因如何可能 怎么可能生有漏果呢 那没有缘的话 当然很难啊 必须要有一个什么 真志当缘 这个都是我们现世 透过现世修行 使他可能 使他可能 使解脱成为可能 那么 那么又 诸所生法 皆以业为本 若无业本 云何能生 所以一切都是从业因所生 又万法之生 各有定分 各有他这个固定确定的分 就是部分成分 比方说 此法必从世人生生 不在余生 什么东西只有人生上会有 其他众生上也没有 类似这样的 比方说 西洋哲学最喜欢讲的就是 这个人生当然是指身体啦 但是你可以把它 扩大为就是人 人才有的 恐怕 他们会说是理性 理性只有人才有 虽然人也是动物 但动物他们认为没有理性 所以若无业本 云何如是决定差别 所以 这个 你到这个人界受生 一定是有怎样 刚刚讲的相同的这个夜因 你才会到这个人界受生 那你要具足人界 这个受生的一些因缘 来去区别 其他 这个逝去 逝去的众生的差别 问曰 若法但从因生 如从斗生斗 有何旧也 他说 如果法 一切法呢 只从因生 那么从斗生斗 这样的说法 有什么过旧呢 答曰 事事亦以夜为本 所有一切都是以夜为本 也是以夜因为本 比方说 以得斗 夜因缘故 从斗生斗 你还是必须要从哪里开始 从你得斗这个夜因缘嘛 才有可能怎样 生斗 何以知之 上古时人 行善行故 根米自身 故之夜为本故 从斗生斗 所以他这边斗不是我们想的那个 从斗生斗这个斗 不是说你从具体现象界里面这个 比方说绿斗好了 然后去把它种在土里面长出绿斗 不是这样 他的斗是得斗因缘 比方说 葬古时人 就是刚来 这个人间的第一批人 他很有福报 对不对 跟米自己会长生 长出来 他的因缘是在哪里 他没有 他没有那个啊 没有米啊 没有米种在地上让他长出来啊 他是什么 从米的什么 因缘 他有这个因缘 他这个 他这个比喻讲的 很好很多 没想到 就是我们一般呢 会想说 从斗生斗 当然 有人会把他讲说 从斗当然生斗 难道从斗未生麦吗 他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把他讲的更抽象 以业为本的可能性 就是 你以得斗业因缘 故 能够什么 从斗生斗 这样 故之 业为本故 从斗生斗 你这样 鸡身蛋蛋生鸡的问题 可不可以解 就是这个有点类似啊 对啊 对啊 所以他就是从这边可以有到底是怎样 鸡身蛋蛋生鸡 如果从这个 以得什么的叶因缘故 从什么生什么 对啊 对啊 所以就是你可以去从这个地方去 从这个角度去思维 蛮有趣的 不然我们通常只是看到这个看到经典里面讲说 哇那个你刚来的时候那米都自己长不用种 哇他们还有福报都不用工作就有的吃 不会不会想到这个 那他们这个没有没有种米 那那个米哪里来的 就是这样来的 夜为本 好 问曰是众生束物 则从先夜生 这个就是众生束物是讲的这个有情众生 有情众生 只有有情的众生是从这个先夜生吗 答曰不然 非众生束物亦以夜为本 一切众生有共夜报国 未得住处 所以他现在开始解释 比方说你的气势间 前面是在讲说 有情众生是从先夜生 那非众生束物就是 比方说气势间 这些无情的 一切众生有共夜报国 未得住处 以夜因缘故 这些气势间我们的住处 有地等 以得民业 因缘故 有什么 明月等 所以他一切都用什么解释 从夜因缘来解释 你因为什么 有这样的住处的夜因缘 所以是这样的气势间 你因为有这样得明业的因缘 所以有什么 明月 他这个地方跟拒舍论有点像 或者是你可以讲说 他这个地方的解释 跟那个自民法师 他在解释拒舍论很像 自民法师在解释拒舍论的时候 常常用加一个德字 他喜欢用这个德 心不相运行那个德法 他用这个德法来 这个 诠释 所以他这边也是 这个陈诗论里面 他也是用德 你因为有德明业这个因缘 所以你的气势间里面有什么 有日月 他在解释你的贡业 贡业 当之物生皆以业为本 所以怎样 一切有情无情 全部都是怎样 以业为本 问曰 若生法皆以业为本 有为无肉云合 这就是刚刚那个问题 他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他在纠结说 如果一切的生法都是业为本的话 那你的有为的业因 如何可能生无肉果呢 答曰 也是以业为本 所以者和 你如果不要看他的回答 看你要怎么讲 那你后来再看论主的回答 跟你讲的是不是一样 他说也是以业为本 所谓者和皆是怎样 先是有不失持戒等利所有 事故亦从业等生 所以有为无肉 有为法产生无肉果 不相为 对啊 你的不失持戒是有为嘛 对不对 你还是必须要假些这些 这个功用 你才有办法怎样 产生无肉果啊 事故也 亦从业等生 问曰 若无肉法亦从业生 好吧 就你这样解释 逻辑上交代得过 那如果无肉法也是从业生的话 这样子无肉法应该也叫做戏法 你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在讲什么 我们现在在讲戏业品 所以他说 嗯那如果无肉法也是从业生 那这样无肉也是属于戏法 这样是不可以的啊 以经中说呢 有不细受故 答曰 无肉法呢 以真治为因 以业为原 以业为原因 所以你前面可以加一个正因嘛 后面是原因 不然两个因 两个都是因啊 以业为原 以业为原 因丽大故 以业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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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丽大故 名为不细 可以 可以 我是怎么断 因为我 比较 如果我解释的话 你真治 是你得到无肉法正因嘛 然后业是原因嘛 但是真治力大 所以名为不细 不然 不然 嘿对 所以他就是因丽大故 因丽大故 指的就是真治的丽大故 好反正 这个断句上 不管怎么断 解释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以他四句来断的话 是以业为原 因丽大故 不 这样名为不细 好 所以他如果没有这样问 我们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这是无肉法是从叶生 难道他应该是叫做细法才对啊 好问曰 何叶寿 何叶寿 欲戒报 何叶寿 这个色戒报 无色戒报 答曰 答曰 若在欲戒 欲色无色戒 起实不善业 何叶寿 则于欲戒受报 他就跟你回答啦 你在这个三戒当中 你在这个三戒当中起实不善业 都会在哪里受 在欲戒受报 好 若在色无色戒 亦能起不善业也 他就说 哈 在色戒无善戒也能够起不善业喔 答曰 OK 比中能起 比当然就是指什么 比是指什么 当然是色无色戒啊 呼应前面的问题嘛 趁你们回答我会喝口水 色无色戒能起实不善业啊 为什么呢 因为怎样 邪戒啊 刚不是有讲邪戒也是吗 因为经中说呢 比中有邪戒 邪戒非不善乎 难道邪戒不是不善吗 就是在色戒跟无色戒是可以起邪戒的喔 问曰 色无色戒中 邪戒是无忌 非不善业 跟外道断变很累喔 他就是要这个 硬拗啊 答曰 非无忌 所以你要当祖师大德首先怎样 身体 身体要顾好要有体力 不然你都还没有变你就虚了喔 听完问题你就虚了 所以身心要强健才有办法 要有耐心 这全部都要 这些原因都要 好 好 非无忌 好 何以滋滋 所以啊 身体要好 何以滋滋呢 佛经中说 邪戒是苦恼因 一切一切件事苦恼因啊 其实你有时候看到这一句 你看到很多经典里面他就是从因说果耶 你有看到因中说果啊 这个是布派佛教里面他们 很喜欢辩论喔 就是他们认为 有些布派他们认为因中说果 是怎样 是悖论喔 是不对的喔 但是其实经典里面很多因中说果 为什么 苦恼是果对不对 苦恼是果 但是他在因 他在斜见这个因上 他就跟你讲什么 反正你有斜见 一定就是会有什么 苦恼 他很多类似这样的说法 就是斜见是苦恼因 反正斜见 你都还没看到果 他就跟你讲 一定会苦恼啊 所以佛菩萨才会在因上很谨慎就是这样 因为他在因上就看到果啦 当他看到终身洗斜见的时候 他就同时知道什么 这就是苦恼 一定是苦恼众生 所以斜见人所起身口一夜 有所造作 皆为 什么 苦报 犹如苦户 这个户就是葫芦科的植物 所有事大尽为苦 是不是苦瓜 印度的一些植物很难比对 有些人很有趣 比方说 他这个经典里面有一种记载就是说 有一种植物呢 其实是魔 天魔 他就是故意在那边上厕所 然后让那个植物长出来 让众生吃了那样的东西会下地狱 让众生吃了那样的东西会下地狱 然后就有人做那个比对 他说那种植物就是香菜 香菜啦 就是看经典里面他看到那个名称植物 他就说那个就是香菜 所以吃香菜会下地狱 所以有些时候你要 就觉得很有趣 你怎么就直接比对呢 就是空间时间都不一样 但是他就可以很明确的说 那个就是香菜 很厉害 所以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比方说像这个苦户指的是不是苦瓜 不一定 因为他是葫芦科的植物 这个户 但是无论如何他是苦的 所以四大尽为苦味 如欲戒邪见不善 色戒无色戒 亦以此相 顾名不善 理解嘛 他就是用这个苦户来形容 户是四大所成对不对 但是他形容词 他的这个形容词是苦嘛 所以怎样 反正四大就是苦 所以邪见呢 就是前面那个苦 在欲戒色戒无色戒 都是什么 不善 可以吗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 以相同固 如婆且犯志 与朱犯言 如等物易 渠谈沙门 我与此间能度脱如 当然外道里面 很多会这样讲 外道的犯志 就是外道的修行人 就跟其他的这个进行的人说呢 你们就不用去找佛陀了 我就可以让你们度脱 世心口不善在色戒期 他讲的这个故事的这个主人翁 他是在色戒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表示 经典有这样记载 表示色戒给其什么 邪见 可以吧 所以 又于梵天 其他的梵天 梵天呢 于彼 难佛 如是等 又人在色无色戒 未是尼环 这个我们常常读到嘛 他可能修到哪里 四禅 或者是 这个飞翔飞飞翔 他以为就是什么 涅槃 但是灵命忠实内 看到什么 预色中阴 及身邪见 这个邪见就是怎样 说没有涅槃 就棒这个无上法 佛陀骗我 这样 所以他们 他这些都是在论证说 色无色戒 有没有不善业 他帮我们整理 你知道吗 你如果没有这样看 通常先问你说 那你觉得色戒 无色戒有没有不善业 你第一个一定先凭直觉回答嘛 对不对 先凭直觉回答 然后再去找根据 你现在这些步骤都省了 他就直接跟你讲 你就 跟你讲依据 这些依据 好 像我早上问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 无色戒 无色戒 有没有色 无色戒有没有色 一般 比方说 这个不派佛教 或者是拒舍论 自明法师解 拒舍论 在解释无色戒的时候 他也是说 无色戒没有色身 没有物质性 但无色戒有没有色 一样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第一个是有直觉的答案 对不对 然后你后来要去找依据 来解释 有没有色 有没有色 有人摇头有人说 微虚 蛤 很浅的色 很浅的色是显色喔 显色还是在那个 显色在浴界色界还有啊 色界还有还有显色 很像水那个感觉 水的感觉 所以是透明色 透明还是色啊 有没有色 我的答案是后面那一个啦 就是 还是有维系色 因为我上次有讲过 大法古迹你没有提到 有没有 是三界就有四大 三界就有四大喔 透明色是色界 那对于我们浴界来讲 色界那是维系色 对于色界来讲 五色界是维系色 所以你从初三界的圣者 往下看 五色界有没有色 对啊 你知道吗 就好像我上次讲过 你佛啊 看十地菩萨喔 他的意识有没有波动 有耶 有耶 那就不用讲我们众神 这是惊涛海浪 这是意识的波动嘛 对 对 如果你另外讲 我们有讲说 这个你出三界的时候 有没有五蕴 清净五蕴嘛 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 那三界那应该有五蕴啦 那你怎么会讲说 五色界没有色呢 五色就只生四蕴啦 是啊 理解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从五蕴的角度去思考它 然后也可以从大法古经的说 三界皆有四大 去解释它 所以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的直觉先回答之后 你就要开始去找所有的这个论证 来支持你的直觉 所以我刚刚讲的一样的道理 啊 时间到了 一样的道理就是说 学佛法 要相对性的概念来学 比较容易 好我们今天 先上到正下课 好我们今天